這是SpaceX過去發射火箭畫面 這間主打太空運輸的美國公司 不少零件提供廠商來自台灣 但最近路透社報導 SpaceX提出要求台灣供應商 將生產轉移到海外 原因是地緣證據的風險考量 要國人別嚇自己 不過路透社聲稱有業者已經告訴他們 SpaceX要求他們將產線 從台灣移往泰國以取得新訂單 只是這因地緣證據的要求 是為了沒損後的情勢嗎 不過沒損後外界憂心 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積電 因為川普認為台積電搶走 美國晶片事業 喊出要向台灣收保護費 國發會主委劉敬青則認為 情勢其實對台有利 如果他收保護費 受到傷害的是Apple NVIDIA AMD Intel 川普是生意人 他不至於去收保護費 造成他美國產品 受到更高的成本 反倒是他會對中國企業 增開增60%的稅 然後逐年會減少對中國的進口 這個反而對台商是一個好的機會 意思就是若川普當選 台商可多亡 美國投資 七日月新聞 吳可言去換柔 他也報導 他也有一定會 他也不知道 他也有同意 那也有保護費 他也有消息 他也有同意 不是 был 那個民主 可能有同意 他也有民革的 也有民革的 就是要讓香港